前央现场要来关线是美国 英国 澳洲宣布以外交抵制北京东 俄罗斯力挺到底普丁也会出席 开幕式更多内容把时间交给若宜 好我们之后来看到 今天普丁跟习近平即将要进行一场视讯通话 双方也会在商讨普丁即将要前往大陆的具体事宜 那么俄罗斯官方表示 双方将会对2021年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情况 进行结论总结 并且讨论未来合作的一些优先事项 此外普丁跟习近平也计划要针对当前的全球 还有地区实现的问题交换意见 那么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 先前就曾经表示说 在2014年的时候 习近平有应邀出席索契冬奥会的开幕式 所以这一次习近平也邀请了普丁 要到北京出席冬奥的开幕式 普丁也已经接受邀请了 那么双方在北京冬奥期间会晤 将会再次强化中俄之间的伙伴关系 来听一下俄罗斯政府的最新回应 刚刚讲到北京冬奥就要来关心一下对岸的疫情 因为大陆天津13号的时候公布他们首例的 Omicron的确诊病例之后 昨天广州又再发现境外输入的一例Omicron的个案 已经是大陆的第二宗感染个案了 另外对于明年2月就要在北京登场的冬季奥运 目前尚未强制规定选手要接种疫苗的加强针 只是强烈建议选手要来施打第三剂 一起来听 After health authorities in Tianjin detected mainland China's first case of the Omicron variant another case has been detected in Guangzhou state media reports the case involves a 67-year-old male on November the 27th he touched down in Shanghai he was tested multiple times during two weeks of hotel quarantine he then flew from Shanghai to Guangzhou where he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Omicron variant on booster shots athletes are quote strongly encouraged to get COVID-19 booster shots but not mandated to do so 再来看到的是这个南韩 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呢 8号首度通报 他们有这个7000例的确诊单日 创下这个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 一个星期过后的今天呢 又再度打破记录了 南韩的卫生部门通报说 今天单日新增了 有7850例的确诊个案 重症的人数呢 高达964例 那么这个国务总理金富谦就坦言说 政府认为呢 目前这个现在南韩的疫情啊 是异常严峻 因此呢 将会祭出更强而有力的防疫手段 预计这个礼拜五 就会公布加强版的防疫措施 那么韩国媒体是报道呢 新增的这7800多个个案 扣除掉有22例是境外移入 其他剩下的7800多例都是社区感染 而且有7成5呢都在首都圈 那么目前呢 全南韩累计到了53万6000多例的确诊了 还有4400多人死亡 那么关于这个Omicron目前的病例呢 也累积到了128例了 那么南韩其实是在11月初的时候 放宽了防疫措施 单日的确诊病例数就持续的攀升 还有重症啦 死亡数也大幅增加 所以现在呢 政府初步决定要暂停分阶段的来 恢复日常措施 根据了解呢 南韩政府接下来 有可能会把这个首都圈 私人聚会的人数 从6个人线缩到4个人 其他像是这个餐厅啦 还有咖啡厅等等的公共场所呢 将会更改营业时间 从这个凌晨12点 或是晚间10点之前就要打烊了 好 另外要来把镜头转到 这个非洲国家南苏丹 是爆发了未知的神秘疾病 至今已经造成了有89人死亡了 世卫组织获报之后呢 立刻派出了专家小组前往当地 会从这个病患身上 要采集样本来进行调查 爆发这个怪病的地区 其实前一阵子 才刚刚经历过严重的洪水灾情 不过这个样本初步裁剪显示呢 并不是祸乱 而由于呢 现在这个地方 还是深受洪水的影响 所以呢 这些专家是坐直升机到场的 也到这个城镇里头来采样 那么同时呢 也因为这个洪水切断了 这些民众获得食物啦 还有一些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所以目前呢 当地的状况 食粮短缺也导致儿童是营养不良 而且当地的油田 这些石油也污染了水源 导致一些家畜死亡 吴国界医师组织就很担心 这个洪灾爆发以来呢 因为营养不良 而住院的儿童人数是已经翻倍了 而且呢 这个严重营养不良的水准 是已经达到了 世卫标准的两倍之高 另外再来看到的是海地 昨天深夜爆发了巨大声响 原来是有一辆油罐车 翻覆之后就爆炸了 燃起熊熊大火 那么最新统计 这起事件呢 现在为止 到至今已经有超过60人丧命了 而且恐怕呢 这个死亡人数还会再继续攀升 事发之后第一时间 当地的副市长是表示 他看到有50多人活活烧死 而且呢 这些罹难者的遗体 是交黑到没有办法指认 那么爆炸产生的大火呢 也波及到了附近的一些房屋 大约就有20栋的房屋被烧毁 这个海地的局势是相当的混乱 当地的这个天然气管路呢 最近是遭到了帮派占领控制 因此海地呢 正在面临这个严重的燃料短缺问题 那么事件发生的原因呢 现在还有相关单位在调查当中 海地政府也宣布 全国要为这些死者悼念三天 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全球现场 提供给您 日本一间电影公司在14号公开 全球首创水空核底无人机 可以在空中飞行 并且在水中潜航 可以用在掌握养殖场状况 还有检查水库跟海上风力发电设备 那么预计在2022就能够量产 可以节省不少人力 黄色无人机缓缓地降落并漂浮在水面上 过没多久无人机下方的装置打开 水中用的无人机脱离母体 开始水中探测并将画面传回远端 这是世界上第一台水空合体的无人机 未来预计用在掌握渔业养殖场状况 或是检查水库以及海上风力发电等设施 由于无人机可以进行远端操控 比较难到达的地点也可以轻松地达 将节省不少人力 开发公司也计划预计2022年开始量产 至于南韩于11月 在首尔金浦机场公开试飞空中计程车模型机 起降方式如同直升机 还可以无人驾驶 预计2025年引进首尔市区试飞 可让需要一小时的车程大幅缩短为20分钟 减缓首尔的交通阻塞 事实上 廖安宇综合报道 欧姆矿现在全球持续蔓延 大陆天津出现首例的确诊之后 事隔不到24小时 广州再传出第二例 这案例是从抵达上海道圈确诊隔了17天 欧姆矿入侵加上本土Delta疫情还持续在扩散 现在广东东馆采取是高效率清零政策 连夜设立165个核酸检测站 而现在美国的辉日药厂传出了好消息 口服药最新的临床数据出炉 只要在出现症状前的几天来服药 住院或死亡的风险就能够减少89% 并且对于Omicron的变种病毒也有效 现在正在力拼获得美国的紧急使用授权 最快在12月底 马上就能上市 对抗疫情在天生力均 辉瑞口服药 Paslovit临床试验结果揭晓 防重症死亡疗效高达近90% 这项试验显示感染的高风险成人 若是在症状开始三天内服用 住院需求可以减少89% 五天内服用则可以减少88% 而且对抗高传染力的Omicron变种病毒也有效 欢瑞从去年3月开始研发Paslovit 透过抑制病毒的蛋白酶活性 来防止病毒在宿主细胞中自我复制 而这款口服药每组包含三颗药丸 每天用药两次 欢瑞表示在年底之前可以出货18万组 同时预计在2022年至少可以生产8000万组的药物 对抗疫情除了口服药外疫苗也很重要 英国牛津大学最近就发现 感染新冠病毒比接种疫苗 更容易引发罕见的心血管病发症 科学家分析了3800万名16岁以上 已经接种人士数据分析 结果发现每100万人有医治10人 打完医治了两剂疫苗之后出现新肌炎 但是在染疫人士方面 每100万人当中就有40个人出现罕见的病发症 专家表示疫苗施打利大于弊 因此还是建议赶快打罢 记者不相信不到